失踪106天的中学生胡新宇 终于找着了 据说是在学校附近的林子里 自挂东南枝 当然不可能 一失踪就过去自杀 否则同口铁壁的身子 这会儿也出不了人形 应该是最近去的 但是 是不是像传闻一样 因为他器官被党和人民看上了 被移植到某些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人身上 咱就不得而知 不过 如果仅仅从共产党 他干得出来 干不出来上来讲 这逼事 他们绝对驾轻就熟 讲一个已经揭秘的 中海元 这姑娘罪名是反革命 具体行为是恶毒攻击 华主席 说了一句 华国锋不如邓小平 1978年抢毙的 听听 这锅都他妈甩不到死人帮头上 中海元临死之前 活体摘肾 据说就是为了某位皇亲国戚 那就更别提民主柬埔寨 红色勾棉 为了给人民领袖们补身子 把活着的反革命分子脑浆子 攥出来新鲜热乎的 让党和人民喝 所以啊 全世界都一样 但凡有共产党的地方 无一例外 杀人如草 不闻生 记得西游记里 有一段比丘国的故事 说这国王啊 需要一千一百一十一个 小男孩的心肝做药引子 这事正好 让取经五人小分队发现了 一番侦查 揪出了睡在国王身边的 狐狸精和他的干爹 南极先锋胯下的那只白鹿 咱先不说这方子他独不独 单说南极先锋是谁啊 兽性老啊 人家家司机把老板延年易寿的 秘方顺出来 这谁能说他没用呢 在上八栋神仙眼里 为了多活几天 废胳膊 两脚羊的贱命又算什么呢 别觉着受伤了 不是给你们家看万里归途和流浪地球了吗 此生不悔 入华下不能光打嘴炮 要身体力行 每个零部件都他妈得时刻准备 胡新宇可怜 和一年一百多万失踪的人们一样 无声无息来去匆匆 湮灭在人世间 误伤其类 吐死湖北 我们也曾经为了铁链女和唐山女呼喊过 可最后不了了之 海尔鲁迅先生那句话 不在沉默中爆发 便在沉默中灭亡 行 今儿啊咱们就聊到这儿 希望喜欢的朋友点赞收藏 咱们以后争取经常聊天